3 2 1 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安安 我是鄭鴻宜 歡迎收聽今天的報道全世界 現代人是講到輻射就會害怕 因為特別是 這一個日本的311之後 現在台灣說 那邊陣口來的東西不能吃 我不曉得日本是不是吃 大家都很害怕 那台灣的核一核二核三 大家現在合適也很害怕 這樣 所以呢 今天我們邀請到一位朋友 他叫廖彥鵬 彥鵬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廖彥鵬 是是是 廖呢 那就姓廖囉 一般的廖 廖天丁的廖 彥呢 就是彥喔 不對這個彥應該是碩的彥 對那我現在都說是吳彥祖的彥 吳彥祖 他比較有名 朋友的朋友 朋友的朋友 那現在是京都大學醫學研究科的博士班 對 專攻醫科學 對 醫科學就是medical science 就是醫學裡面的科學 醫學裡面的科學 對 哇這是了不起 那這個他也是長庚大學 醫學物理跟影像科學的碩士 對 那大學讀的是放射科學 對 其實好像都沒有差太多 在食物上是不太一樣了 但是領域上都是在放射科 放射科 那他寫了一本書是由時報出版 叫做怕輻射不如先補腦 這是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 沒有 就是我們一般民眾對於輻射很恐懼 有一個很大的因素是因為我們對於輻射的知識太少了 對 我們從小到大 雖然我們也上過自然科學 我們國中上理化 但是他其實談到輻射的東西相當的少 但是其實輻射每天都跟我們在一起 我們去醫院要照X光 對 就像剛才鄭大哥前面講 就是說我們現在是不是要考慮要進口日本的食品 對 這些問題其實都跟我們一起講 但我們的相關的知識太少了 所以就是希望藉由這本書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所了解的放射線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況 這可是外交問題 你知道嗎 台灣這個日本進口的食物 沒錯 福島進口那邊來的 被我們檢測出來說 怎麼可以 我們怎麼可以吃 到底他們福島生產的 宮崎生產的現在到底吃不吃 他們現在可以賣出來的 基本上都沒什麼問題 因為他們在前端的檢驗是非常嚴格的 他們比如說像那個牛肉 他們那邊福島也有產牛 他就是要一批一批的去驗 只要其中一塊肉被測到放射性有反應 整頭牛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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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像米也是 裡面他們一次生產好幾批 那只要有一代是沒有通過的 整批銷毀 不是只有那一代銷毀 整批銷毀 所以他們現在是嚴格到這種地步 在處理的 當時有一種說法其實是蠻誇張的 就是說在311發生的時候 很多人說日本可能會魅國 你有沒有聽過 好像有 那個輻射很可怕 說幾十年後每個人都得病變 然後我去旅遊的時候 大家都跟我講說 你不要去東京 連東京都很可怕 如果你要去東京 你千萬福島那些都不要去 真的嗎 其實他們現在他們從大概311等於是說五年前 他們就一直在做環境的監控 那當然放射性何種是這樣子 它會隨著時間不斷的衰減 所以它放射性會越來越弱 它是有所謂的物理的衰變 但是因為再加上一些氣候 因為我們平常會下雨 也有颱風 很多東西其實東西衝到大海裡面 其實他們現在放射性 當地絕大部分的地方都沒有那麼嚴重 沒那麼嚴重 沒有那麼嚴重 你去過嗎 我去過 我去年前年才去過 我下個月 我回到日本馬上又要再去了 所以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問題 我是家裡面有裝Disc 就是那個小耳朵 那都可以收到日本的節目 那日本是每年 或者是隨時都在做很多災區那裡的重建 對 沒有錯 這種節目 或者是有誰又去當醫工啊 藝診啊 藝人在那邊辦藝演啊 這樣 那事實上 我看是還有很多居民住在那裡 對 他們不願意搬出來 對 因為實際上 真正影響最大 目前影響最大的 其實是電廠的旁邊 因為那邊還有很多的工作在做 我印象中他們好像是 預計是2040還是2050 會把全部 就是做完了 大概是這樣子 那現在周邊 其實那些基本上本來就不是景點啊 那現在大部分的一些周邊的景點 他們的監測都已經回到非常正常的數值了 我看日本人做事情 我還是得佩服你知道嗎 因為它是把很厚的土 都產掉 對 產掉以後一袋一袋裝起來 對 至於它拿去換哪裡 我就不曉得了 只不過就是說它換的全部都是新的土 對 這很龐大的工程耶 對 所以它這樣子一步一步的做 然後他們其實一直也有在追蹤 這樣子的一個進展 那像我自己的領域是醫學物理 所以我們每年在日本 日本的年會我也參加 那他們每年也是在報告 他們這相關的單位也是來我們的學會 報告他們相關的進度 然後還有他們未來如果再遇到類似的情況 要怎麼樣的 比如疏散啊 或怎麼安置那些 每年都跟我們重新再講一次 是是是 我是說如果那麼嚴重的話 哇那住那裡的人 也許五年後十年後 或二十年後 恐怕都很淒慘 其實因為當時的疏散 還算是有效率啦 不是 當然它的方向 就當時因為還是有點慌忙 但是還算是有效率 其實當時在福島的居民 因為大家很擔心的是說 那些放射性物質 是不是會影響到 比如說小孩啊 這幾年也有擔心說 小朋友是不是假狀腺癌 有沒有可能會增加 但事實上他們去追蹤了發現 他們的比例其實並沒有比其他縣市高 你知道嗎 311發生的時候 連中國人都把鹽巴搶光光了 對就是那個 對 所以其實它並沒有那麼嚴重 因為他們實際上 不管是小朋友還是大人 他們平均 不是平均 整體被曝露的劑量沒有那麼高 因為他們當時還算是順利的疏散 是啦 我們今天找這個彥鵬來 其實不是在幫日本講話啦 是說到底輻射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那我們到底該放盡多少害怕 我覺得不要就是驚慌失措啦 對 那這個彥鵬寫的這本書啊 我去問一些比較台灣人比較會 會害怕的問題 會常問到的問題 好 比方說 我們去醫院常常就要照X光 對 對不對 那照X光 如果常常照 其實內心會有個陰影 對 這樣喔 是不是輻射過亮了 對 你本來會不會有這種困擾 我小時候 我記得非常印象深刻 有一次我先去看了牙醫 對 牙醫就要照啊 牙醫也要照嘛 然後結果 我又要去照 某一次檢查要照胸腔 然後我就問那個放射師 那時候我還很小 都不知道 我就說我上個禮拜 才照了這個牙齒 那今天照這個會不會怎麼樣 那那個放射師當然也是很疑惑 說怎麼會有這種問題 對吧 基本上我們一般在醫療上面 可以用到放射線的這個劑量 其實都沒有這麼高 絕大部分的情況是 有些少部分的檢查 像有些那種心血管 要放那個支架的啦 對 那種相對比較高 但是一般照照X光 這種其實它劑量都是很低的 很低 那我一年可以照幾次 一年可以照幾次 這個又是一個更深的問題了 就是說如果我們以醫療 輻射使用的角度而言的話 它是沒有限制的 嗯 為什麼沒有限制不是說你照 我們在醫院照幾次都不會怎麼樣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 因為我們在醫院要決定 你要不要用X光 其實是一個風險的權衡 很有可能 我今天不做這個檢查 我沒有辦法幫你診斷 沒有辦法幫你診斷的結果 就是我沒有辦法做正確的治療 那後面的就通通就不用講了 對 所以我們是在於 在醫療的這個好處的前提之下 我們做 幫你做檢查這個決定 對 但是我們相較之下 它的風險其實是很低的 所以我們就不在乎它的風險了 對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們只要在醫生建議之下 照的X光 大家都不用太擔心 喔 醫生叫你照你就照 意思是這樣嗎 對 但是也不要強逼醫生幫你照 有些 現在有時候就說 我今天都已經付錢掛號了 不幫我照一下 好像怪怪 也不用這樣 因為有時候 我們是這樣看的 就是說 我們醫療的這個 照影 它並不是萬靈丹 有些人說好像我生病沒有照一下不舒服 其實不是這樣子 是說它是有特殊的疾病 我們採用這樣子的檢查 才看得到 了解 所以強逼醫生去照也是很奇怪 但是拒絕也是不必要的 就是說如果醫生叫我們照 其實是不用太擔心照太多了 應該這樣講 X光 孕婦可以照嗎 孕婦其實是一個很特殊的狀況 在絕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我們在醫院都會盡量避免讓孕婦照 那有時候如果有替代方案 我們可能會用替代方案 那如果非照不可的時候 那我們要先在事前先評估一下 它的劑量大概是怎麼樣 然後可能要再讓孕婦自己來做個決定 大部分的情況都不會太高 但是我們還是要做事前的劑量評估 就不是這麼單純的說 好你就去照 所以大部分的情況都很不照 不是是非題 就說可照不可照不是這樣 對 是研判你當時的情況跟劑量 對 因為像我自己的經驗 他有孕婦出車禍的 他已經全身就是很痛 找不出病因 那要不要照 要啊 不然的話他等一下要怎麼辦 你無從診斷 對沒有辦法診斷 對即便微乎的劑量對你有傷害 但是還是要照 要了解情況 所以我們要了解當時這個必要性 那還有他的劑量是不是太高 如果太高的話我們就要提醒說 他可能會有風險 對 那如果不是這麼高的話 我們也要讓病人知道 你知道嗎 台灣有一些父母 不太希望小孩子去讀放射科 對 你爸爸以前有這種 爸媽會不會 我們那個時候剛考上大學的時候 那也是這個親戚也說 你要不要去存一點什麼東西 怕你去讀了這個之後不孕還是怎樣 對啊 那其實是會有 讓你把精子先輪放下來 對啊 也是有這樣的說法 但是其實是沒有這麼嚴重 因為其實我們 我們更了 我們可能比一般民眾更了解放射線 所以最基本的我們知道往哪裡躲 所以其實 所以你沒有存起來 沒有 目前還沒有 對 OK 因為台灣還有一些人會有這種觀念 就是說 比方說 晃射 晃射師 那叫晃射師嗎 晃射師 他就是在幫我們造X光的一些人 對 那很多人就說 其實他們到最後就會得癌症 事實上就我自己生活的經驗 我們醫院的同仁 這樣子的比例是沒有比較高的 是沒有比較高的 甚至像過去有一些核電廠的工人的一些研究 他們事實上也沒有很明顯的比例 所以其實只要有適當的防護 是沒有這樣子的問題 像醫院的放射科 放射師 有沒有比較高的保險 或者是給付或者是福利 他們一般來說是會有所謂的輻射加急的 是有加急 不過因為大家真的都躲得很遠 你看 你看為什麼要有輻射加急 對啦 因為大家都不願意來 對啦 不過現在大家都是為了這個輻射加急 輻射加急多少錢 大概我不太確定 幾千塊吧我想 幾千塊 因為我想就是說 大家會覺得那個危險性比較高 對 所以呢找不到人 那找不到人就是用比較高的薪水來吸引 我想是這樣 輻射加急大概是這個意思 對 好 那小孩子可以做照X光 對 小孩子跟孕婦有一點點類似 就是說他們 因為在青春期以前我們的細胞還在發展 所以他對於放射線是相對比較敏感 我們會比較謹慎的 更謹慎的使用 就是我剛才講的就是 也是如果有替代方案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做替代方案 那如果必要的時候 那我們還是可以找的 是 好我們現在訪問的是廖彥鵬 廖彥鵬現在是京都大學的博士班 那專攻的是醫學科學 你去京都大學讀多久了 現在是三年多 三年多 那多久可以拿到這個博士 當然是因人而異啊 但是我預期大概明年 明年是吧 對 這個是工費嗎 算是自費 我是在那邊拿獎學金 在日本拿 那不容易 就是我們就去申請 這樣子 那獎學金給多少錢 一般來說就是一個月大概給10萬塊日幣左右 夠不夠 就是一般的生活 夠活 對可以活 等於台幣3萬多塊 對 那你黃豬要自己解決 對 黃豬自己 還有吃也要自己解決 對 不過日本政府對我們真的是蠻好的 就是一些補助金什麼的 我們都可以申請 像健保 那邊也有健保 所以健保補助 然後還有像我們京都市 他就是因為前兩年不是消費稅漲了嗎 他就說你們這個 5%變8% 對5%變8% 所以第一年給了1萬 第二年給了5000 今年會給3000 是喔 就是補那個稅就對了 對就說你們這個很可憐啊 所以我們京都市好像還有點盈餘 就給你們一些補助這樣子 一個月10萬日幣 就獎學金啦 獎學金 那等同一年是120萬日幣 對對對 再加上其他有的補貼沒有的 就再多一點點 再多一些 這樣子是夠用的 就是一般的 就你不要過奢侈的生活 比如說你每天都要吃外面大餐的話 這樣當然是不行 那像我們自己就會去 在外面買一些食材自己煮啊 對 或者是像我用電超級省的 我一個月的電費 日幣繳不到1000塊 為什麼你用電那麼省 因為我省電啊 我盡量能夠不用就不用 節約地球能源 對沒有錯 是是是 了不起 拿獎學金在日本京都大學 共讀博士 那你讀完是要回來台灣 還在日本 希望未來可以再回台灣幫忙一些事情 那我們醫學物理還有很多工作在做 然後就是如何讓我們的醫療環境品質弄得更好 希望可以再努力 好 廖彥鵬 輻射到底要不要那麼可怕 等一下繼續請教他 難得來一個京都大學的博士生 等一下來談一談京都 好 沒問題 先休息一下進廣告 好 歡迎繼續收聽《波動全世界》 我是鄭鴻怡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京都大學 正在讀博士班的同學廖彥鵬 他是拿獎學金 一個月大概拿10萬塊日幣的獎學金 所以學費 學雜費是要自己付 學雜的原則上是要自己付 不過因為我有得到學校的減免 所以基本上目前還沒有付過 你怎麼那麼厲害 沒有 就是學校寬容我 學查費這樣一年要多少錢 一學期 一學期大概二十幾萬日幣吧 一年就要五十萬日幣 五六十萬日幣 那你已經三年了 三年多了 等同你已經省了 大概將近一百八十萬日幣的 對 這好像我們很有錢 其實那錢我們都沒有摸過 不是啊 那就是政府幫了你的忙 學校然後你吃住也沒有問題了 因為他給了十萬日幣了 所以你這等同不用花自己的錢 就是還是有花一些 但是就相對沒有負擔那麼沉重 是是是是 這個當時考這個 入學考競爭嗎 入學考那時候大概是砍一半了 就是去考的人大概有一半 都是國際學生嗎 沒有我們是跟日本學生一起 你跟日本學生一起拼喔 對啊 京都大學不好考上呢 對啊他就可能是因為 當然一方面京都大學他們對於 他們更希望更多的國際學生 那可能我們有一個優勢就是我們英文比較好一點 所以考試有一個科目是英文 然後我們可以寫的比大部分的人更順利一點 那上課是用日文嗎 我們在我們研究室是個比較國際化的研究室 我們有德國來的老師也有越南來的老師 所以我們基本上在大部分在比較公開 就是比如說會議或什麼 我們大部分是用英文 那我們私底下可能會講日文 但大部分時候會使用英文 所以你的英文很不錯喔 英文比較好一點 那日文現在也學得很好 日文大概就是普通 講的太深大概不太行 但平常生活是沒有問題 生活是沒有問題 那三年多你覺得在京都 什麼地方是你推薦給台灣人說 一定要去那邊走一走的 如果要問我要推薦的話 我覺得是二條城 二條城 因為二條城它是一個非常有歷史意義的地方 因為它代表的是日本 大家可能有聽過就是江戶時代 它代表了江戶時代的開始與結束 那它裡面有很多文物都是全日本獨一無二的 當然很多人去京都可能就會想去一些寺廟 但是寺廟其實說實在的比較大同小異一點 但是二條城它裡面 因為它有一個很大的叫做二枝丸玉殿 那個玉殿就是以前那些官家在辦公的地方 那個建築在全日本只剩下三個 三個只剩下三個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珍貴的 而且它又是將軍府的地方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 所以如果我們有去二條城是要看它的氣派嗎 還是看它的歷史 看它的歷史 還有就是說古代人他們是怎麼設計的 像它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古代我們不是都看那個古裝片有忍者嗎 對 忍者不是會刺殺這個高官嗎 對 所以他們在地板的設計呢 就是我們在那邊走路的時候是會發出聲音的 無處你只要在那邊走路都會有聲音 因為它是沙子啊 不是不是地面房子裡面 哦 所以它的走廊呢 你去走會叮叮叮叮叮叮叮的叫 哦 所以那是一個警視系統 對 所以你只要一有人經過它就有那個聲音 所以你忍者進來也沒有辦法 那它為什麼會出聲音 因為它的這個地板下面有特殊的設計 你去踩的時候它的木頭就會摩擦 啊 所以就會發出那個聲音 那我看他們的沙子 就是說沙子聽說也是為了就是防暗殺嘛 因為有人來啊就會刷刷刷刷刷那個聲音 對對對 那為什麼上面都要畫圈圈呢 啊 圈圈那個呢是一般的寺廟啦 嗯 寺廟他們這個會有一個叫做枯山水 就是古代人呢他們那種雅致啊 有那種禪的禪 禪著佛教的這種禪的那種意境 哦 所以他把這個非常乾 就是一般這種沙石呢弄成假山假水 嗯 那你想要有波紋啊 就是水也會有那種波紋 所以他把它畫成像波紋的感覺 那他們這種平常都要在特別整 每天早上刷屏重新再畫一次 禪意 對禪意 在古代很重視這個的 因為古代這個官家 他除了這種在政治上面的交流之外 也要在這種禪的方面要有所交流 所以如果你懂一些這個東西的話 你在政治上反而更順利 哦 那為什麼他上面沒有人採過的痕跡呢 他有辦法這樣畫出來 因為不能讓你採 對啊 對啊 不是我意思是說你要去畫的人也會去採到啊 他們是有 就是他們有用 他們用工具特別去弄的 嗯 我有一天早上也是去一個地方 他們剛好在弄 對 所以他們就是採完之後 他們當然是站在遠處去弄 他不是採在上面去弄的 哦 二條層 嗯二條層 還有呢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 算是寺廟吧 這個我覺得也是全日本獨一無二的 就是叫做三十三間堂 啊 三十三間堂 在凱樂飯店那裡 咦 哈哈 他呢 三十三間堂 他一個很大特別就是 他裡面有一千零一尊的觀音 嗯哼 那你聽起來好像沒什麼啦 就是好像就很多佛像而已啊 其實不是 我每次去每次都震撼 嗯哼 他那個場面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他那個是連昌時代所製作 流存到現在的 嗯哼 那他不只是有觀音像 他還有 因為我們台灣現在的佛教的這個神 神像比較沒有那麼多了啦 大部分就是觀音啊 不然就是佛祖啊 或是地藏王 大概就這些 但是呢他保存了在佛教神話裡面 觀音下面的一些部眾 嗯 像什麼阿修羅啊 對 或者是風神雷神啊 那些的雕像是一整組整套的 然後再加上一千零一尊的觀音 非常非常壯觀 是是 京都市做過多久的首都 可能上千年喔 也是上千年 上千年 所以有他的古文化的那個 對沒有錯 味道在裡面 沒有錯 是是是 那這個二條城 三十三間堂 還有嗎 嗯 如果要看一些 但我推薦的可能都不是大半天首選 還有一個很有名的 就是那個福建道賀神社 哦 福建道賀神社 福建道賀神社 它等於是這個 福喔 福是人之鞭在一個犬喔 對 劍是劍面的劍喔 對 不是對岸的那個福建神 對 因為有時候我們自己講也會有一點 道是道指的道喔 道賀 因為為什麼叫道賀神社 就是 它是一個祈禱豐收的一個神社 對 那它等於是全日本 全日本都有道賀神社 那它等於是一個總本社 它最有名的是之前拍過一個電影叫 一季回憶錄 然後它有一個那個千鳥千本鳥居 就是一大排全部都是紅紅的那個鳥居 很漂亮 紅色的嘛 這樣後來變成一個好像有點走廊的味道 對對對 哈哈哈哈 那個非常非常推薦 是為什麼推薦 因為它這很特別就是它這麼長廊的 這非常少見 嗯 非常少見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它的特色就是它免費 喔 進去比較大部分 像我剛才講的三十三間行 或者是這個二條城 它這是有門票的 那如果大家想要比較便宜的 那福建道的城市是一個選擇 是是是 它沒有門票 那有什麼好吃的可以給大家建議 京都啊 如果要講到吃的話 就它最有名的其實是湯豆腐 湯豆腐 那湯豆腐呢 它基本上講白了就是吃豆腐 那你就覺得我們吃豆腐到底有什麼好吃的 我們在台灣到處都有豆腐 日本的豆腐跟台灣有一點不一樣 它非常的細緻 非常的細緻 而且它不只是吃豆腐而已 它的各式的豆料理呢 非常非常的精緻 而且也非常的別出心裁 那其實日本的飲食啊 跟我們台灣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們台灣吃的飲食大部分都是在吃所謂的廚藝 就是大廚它手工非常的俐落 或者它炒得非常好 我們覺得這個菜很棒 日本的食物最重要的是選材 所以我剛才講說像湯豆腐這種料理 我們有時候會覺得就是豆腐 其實不是他們在選豆啊 還有他們在製作豆腐的過程當中 他們的處理每一個細節非常的細膩 那才是我們吃到它的精髓的地方 了解 我有一次是在東京鐵塔旁邊 有一個餐廳叫豆腐屋 那是一個超過百年的建築 它就是很多那個鋼 大型的鋼 那裡面都放了很多的黃豆 那黃豆都是非常好的黃豆這樣 那我聽說啦 因為朋友有這個帶我們去 他請吃飯 聽說還不便宜 對沒錯 我說豆腐怎麼那麼貴 對 大家都知道不過就是吃個豆腐 對 OK 我人生第一次知道 原來吃豆腐很貴 OK 好 那湯豆腐之外還有什麼可以建議嗎 其實有一個很少人提的 對 京都要吃拉麵 京都拉麵 很多人不知道 我們在台灣大部分 比較流行的是九州拉麵 就是那種濃厚豚骨拉麵 這種東西 京都其實有非常多特別的老店 他們也有豚骨的 然後也有醬油味 而且醬油味跟我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京都在拉麵界 是被稱為是一級戰區的 是 做競爭就對了 對 所以你要生存下來一定是很好吃 沒錯 只有好店才有辦法活得下來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京都 然後 因為不知道怎麼吃 那一條是不是西本院市還是東本院市那一條 車站那邊的 車站那附近 然後我們就走到對面有一個 在賣大阪燒的 然後是個八十幾歲的老太太組 印象好深刻 OK 好我們訪問的是廖彥龐 回來主題 好 輻射到底要有多害怕多恐怖 等一下繼續請教 來先休息一下 好歡迎繼續收聽 《報道全世界》 我是鄭鴻怡 我們今天邀請的是 京都大學的博士班的同學 廖彥龐 廖彥龐寫了一本書叫 《怕輻射不如先補腦》 胡適可怕嗎 他說其實關鍵還在劑量 對關鍵在劑量 你的劑量很大當然很可怕 對 好不過有一個事情 無論如何我這個問題 你不要轉台你一定要聽 因為每個人現在都要用手機 對 我覺得很多人跟我們講 手機的電磁波很可怕 甚至於這個已經有醫生跟我說 你的晚上的充電 那個手機的充電 千萬不要放在床頭櫃 距離你只有一公尺不到 這樣 所以他說那個一定有一天 你會得腦癌 恐怖 我想那個陳立宏應該 手機的電磁波有多可怖 其實我先講一下電源的問題 充電 其實充電我認為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也覺得不要放在頭的旁邊 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有些劣質的電池 它可能會有爆炸的危險 我們睡覺的時候其實是完全沒有意思的 其實放在身體的旁邊的確是一個危險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要講到是電磁波 而且是在講會不會得到癌症這個問題呢 其實今年剛好 今年大概前幾個月吧 好像五月份還是六月份的時候 美國他們做了一個很大型的動物實驗 因為這個問題實在是爭論太久了 然後我記得我要去日本之前 才剛手機電磁波被WHO歸類為2B類自然因子 2B類的自然因子 對 所以當時大家就是很多 也很多人上節目在談這件事情 但是上 你用什麼手機 我用什麼手機 我用iPhone 對 那當時 那所以我的也是啊 2B自然因子啊 對啊 其實 2B 我們現在不是連紅肉都是自然因子 牛肉那些 不過先不要管那些 那當時的狀況是這樣 那其實2B自然因子 它並不是自然因子 在這個WHO 就是它下面的IERC的這個定義呢 我們一般所聽到的 你要聽到 要請大家各位聽眾注意 只有一級自然因子 才是被確認會自然的東西 那是什麼 就是比如說像放射線 像我們這些油離輻射X光 這種是被確認 就是說如果你暴露太多 的確會增加癌症風險的 或者是比如說香菸啊 這種它是一級的 酒也是 所以有時候我喝酒 我說我正在喝一級自然因子 對 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但是手機電子直播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有力的證據 證明它對人體是有害的 沒有有力的證據嗎 完全沒有 連動物實驗都非常的薄弱 因為我剛才講 就是今年美國他們的這個研究 很好玩 非常有趣 它做了一個 就讓這個小老鼠呢 幾乎每24小時 被暴露在這個電磁波 手機電磁波的這個強度之下 他們去觀察 結果他們就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 他們犯了兩組嘛 一組是沒有被暴露的 一組是被暴露的 被暴露的那一組呢 好像有些真的 腫瘤增加了 所以他們就公布了這結果 但最奇怪的地方呢 是 所有的被暴露的小組之中 長腫瘤的居然只有雄性的 公的 對只有公的 這就有夠奇怪了 怎麼會母的沒有影響呢 然後呢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反而呢 這個 因為太多母的沒有受影響了 結果它的平均的壽命 居然還增加了 所以它變成一個 平均 因為你得腫瘤一定是短命嘛 那它居然變成一個增加壽命 所以變成一個矛盾的結果 它腫瘤增加 但是它壽命也增加 所以其實這個結果 後來被這個 美國這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一個 NH 對NH的這個副主任 他就說這個結果 非常有可能是偽陽性 就是我們可能只是剛好挑到了 它會得腫瘤的 因為它的樣本 不是因為電池不會多種 對 它的樣本並不是這麼大 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他們明年才會正式公佈報告 那現在目前就只是公佈實驗的結果 讓大家再更多的討論 但是不論如何 這也還只是動物實驗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 動物實驗都是這麼混雜的結果了 對 人其實還距離遠的很 我那個手機 就是有很多人跟我警告說 你千萬不要放在褲子的口袋 因為那精蟲會減少 然後還有手機不要放在西裝口袋 那會影響你的心臟 然後聽電話的時候 你一定要用耳機 你最好不要放在耳朵 放在耳朵你一天聽不曉幾十次 那麼幾十年下來你會得腦癌 所以你意思就是說這些都無機之談嗎 現在都沒有證據 我不能說它絕對不會發生 因為我們在科學上不會這麼講 但是依照依據我們現在所掌握的科學研究 目前還沒有看到對人體的影響 好好好 這個所以給大家當參考 不用那麼恐慌 對 那如果真的有一天說 手機的電磁波會得腦癌的話 我相信全世界滅亡是因為腦癌 打個裝飾好了 沒關係 就是大家都得嘛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還有就是家裡面每一個人都會有微波爐 特別是家庭主婦都會用到 微波爐會有輻射嗎 微波爐它基本上它發出的叫做 因為大家問說是不是有輻射 那如果你問我的話 對我來說輻射就是電磁波 就是各種電磁波都是輻射 我們現在開這個電燈也是輻射 都有 可見光本身就是一種電磁波 電磁波當然是輻射 但是問題就是說微波這個波段 關鍵微波這波段會不會影響我們 那我們已經知道已經確定會自來的 就是紫外線X光 它如果曝露太多會自來 但是可見光以下的 像可見光微波無線電波 像我們現在收聽廣播無線電波 甚至高壓電也有可能會產生的一些電磁波 這些其實它的能量都是相對比較低的 所以它沒有這麼強的影響可以讓你自來 但是微波也不是完全沒有危險性 我們如果直接不然它如果完全沒有任何功能 它怎麼熱食物 所以我們一定要買合格的微波爐 因為它才有很好的屏蔽 它才不會露出來 它如果有露微波出來的話 如果你太靠近 的確你有可能會被煮熟 所以有些人就說眼睛比較直視的原因就是因為 如果它直接曝露到你的眼睛 眼睛可能會被煮熟 了解 你在京都讀書 中國同學都不多 也多 也多 比例上比台灣多多少 比我們多 如果以人口數比來說的話 其實我們是非常多的 對 因為我們才2300萬 他們十幾億 但是 當然整體來講 他們是多非常多 他們可能幾百位吧 你在日本那個國家跟社會 他們對於中國人跟台灣人分的清楚嗎 他們現在 現在的環境他們是分的 分的清楚嗎 他們是分的 臉上又沒寫 又都講中文 對啊 他們通常會問說 你是哪裡來的 然後我們就說我們是台灣來的 他們還是會問 因為他們 其實他們日本人對這種政治也是很敏感的 對 所以他們還是會先了解一下 不然後面他怕講出什麼 什麼話這樣子 對 那對你表態你是台灣人跟或者是中國人的時候 就是得到的會有不一樣的什麼回應 一般來說 日本人相對會更喜歡台灣人一點 那有可能是因為我們前幾年 症災的時候 給他們蠻多幫助的 那所以我像我 每次去哪裡的時候 像我也是全日本到處跑 他們說我是從台灣來的 哇他們就很熱情 又說我誰誰誰 上個月才去了台灣啊 不然就說 那個時候很感謝你們 給我們這麼多支持 日本人其實對我們真的是 相對比較友善一點 前幾天有一個 論壇 那個論壇裡面有一個日本人 這樣建議台灣人 就是說他們其實是 外表上 他分不清楚你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即便我們講話他搞不好都不太清楚 對 就如同我們聽日本人在講日語 我們也聽不清楚嗎 不知道他哪來的嗎 對 所以他就有一個建議就是說 希望我們能夠有一個 有一個設計一個logo 但是讓日本人分辨出你是台灣人 嗯 比方說背個背包上面就寫台灣 或者畫個地圖 類似這樣啊 那所以他們就說 就你講的他們怕說做出對台灣人私利的地方 對啊 那中國人會日本人會不歡迎嗎 其實倒也不會倒不歡迎 至少日本人通常表面上不會讓你知道他不歡迎 對啊 他們其實其實在日本最舒服的一件事情就是 比如說我們去什麼地方 他們比較不會對你不禮貌 我們去歐洲的經驗都很不好 其實歐洲他們可能看你外國來的就不是很好臉色 但是我們在日本的話通常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他們私底下 比如說我內心對你是很不爽的 可是表面上又不能表現出來 對 那私底下就真的很不爽嗎 私底下但我可能也沒有聽到 他們不會對我講 好 好 我們訪問的是廖彥鵬 輻射到底該多害怕 等一下繼續談 來先休息一下進廣告 好 歡迎繼續收聽《波動轉世界》 我是鄭鴻怡 這個我是問彥鵬一個問題 那中國跟韓國比較日本人喜歡哪一國 可能看誰買的東西多他喜歡哪一國 那這樣就是中國 他可能比較喜歡 因為現在中國遊客多嘛 所以 當然這個其實很兩面刃 他們前陣子還有一本書賣得很好 就在講說什麼中國爆買事件 就是他很多遊客太多了 一次進來太多把東西全部買光光了 結果當地人沒有辦法買到一些生活必需品 因為像我們自己也是嘛 我們去日本也是買一些去藥妝店 去買一些那些東西 所以他們也是很困難 但這個就很難 因為商家又要賺錢 他們又希望遊客多 但是又不要太多 所以他們現在也是很兩難 很兩難 好 這個另外 我有一個親戚 他是住在鄉下 但是他住在高壓店下面 你知道那種高壓店 聽說是25000伏特的那種 然後家裡面有一個人後來得癌症 也過世了 那他們就非常的懷疑 就是說長輩的這個癌症 其實是高壓店造成的 你覺得呢 我們先了解一下 那得癌症的機率到底有多高 其實一般民眾不太了解 其實我們一生得到癌症的機會 是非常高的 那根據這個研究呢 大概如果你的一生是74歲的話 大概你離癌的機率是四分之一 但是如果你的一生是84歲的話 那個癌症的機率到達二分之一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的平均生命 大概80歲左右 所以其實是將近一半的人 都有可能會得到癌症的 你這一生什麼事都不做 就是會得到癌症 所以相較之下 如果你問我說 這個東西是不是高壓電造成的 這真的很難回答 但是如果我們跳錯這個問題 高壓電下面電磁波 我們在講高壓電的電磁波 其實高壓電的電磁波是非常低的 低喔 非常低的 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家的田地 就在高壓電旁邊 那個高壓電是咻咻咻咻 啪啪啪啪啪啪 有很大的聲音耶 對 所以我說高壓電它不是沒有危險性 它的危險性是可能會電到 有些漏電或是什麼的 或者是電塔可能會爆炸 這的確是有危險性 這是在工程上面我們要更小心 我們的防護要做得更好 這是沒有錯的 都市的居民 高壓電的影響比較小 或恐懼 都市的居民比較碰到的問題是什麼 你知道嗎 基地台 你知道嗎 台北市有人把房子租下來 弄成基地台 但是外面弄得很漂亮 當它以為是有人住的房子這樣 它那個窗子也是放了很多花 事實上裡面全部都是基地台 基地台對居民的影響多大 其實基地台本身對居民是幾乎沒有什麼影響 沒有影響 它的無線電波就跟我們現在聽廣播的無線電波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大家如果覺得聽廣播 也沒怎麼樣的話 其實基地台就是不會怎麼樣 所以你是說 那些鄰居在害怕 其實這些人是無知 大部分是心理因素 沒有 在這邊指控他們 他們接受的資訊是有問題的 就是 其實無線電波它的強度 沒有大家想像的那麼高 當然有些人會說 可是我聽手機的時候 好像也會頭痛 耳朵痛 其實那是因為電磁波 有些人他對電磁波比較敏感的時候 它的確會有刺激神經的這種效應 那我們拿掉一下其實就沒事了 它並不會造成你長期得到 有些人還是就是擔心會得癌症 但我還是要再強調就是說 在人體上面我們目前還沒有看到這個現象 好 基地台不用怕 高壓電也不用怕 手機的電磁波也不用怕 對 聽起來你這本書是告訴大家大家不用怕 對 好 那另外是 你知道像常出國的人 你一定會碰到我們的行李要出關的時候 對 就是要X光檢查 對 沒有錯 然後就會有一個女生或一個男生在那邊 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對不對 對 嘿 他們在那邊長期這樣子有沒有暴露很嚴重的劑量 他們在那邊 第一個 他本身 在那邊的X光機 他本身的劑量是比較低的 跟我們醫用的比起來 相對是比較低的 那再來就是他們也有防護 在那邊的操作 哪有哪有防護 他的那個經過他不是有那個 那機器也防護 對 他的機器是有防護著 人當然他不需要穿 就是他機器本身是有把它防護起來的 那他整體而言他的劑量是沒有那麼高的 但一樣就是他有一個安全標準 符合在那個安全標準之下 其實對人體的影響是很小的 好 那我們現在這個住在家裡面 剛剛彥鵬跟大家講說 其實任何東西都有輻射 對 只是劑量的問題 對 那如果在家裡面的話 就是劑量多的 多會這個放射出來 比較劑量多的東西是什麼 比較多 你說相對多嗎 相對多 相對多 有一些 我們這樣講好了 就是說可能會被測量的到的 對 可能會被測量的到的 比如說像那個煙霧增減器 煙霧增測器 對 煙霧增測器 家裡面的那個防火災的 對 因為防火災的那個煙霧增測器 它的原理是 它裡面有一些微量元素 它持續的會放出這個放射線 那你煙霧一進去的時候 會阻斷它的放射線 那它就想了 它原理就是這樣 用這個原理 對 所以它其實是微量輻射的 那個是真的會被測量的到 但是即使是像這樣子的輻射東西 對我們人體的影響非常非常的小 還是很微量 非常微量 所以大家不用說 我回家我要把這個煙霧增測器全部拆掉 不需要 因為那個防火安全是更重要的 那說香蕉也有輻射 對 香蕉 因為香蕉它是一個高甲的食品 它就是金字旁的那個甲 我們喜歡吃香蕉就是因為它甲含量高 但是甲它本身的放射性同位素的比例是高的 所以它本身是會有放射性 就是說我們拿一個輻射增減器去測量香蕉 你真的會看到它的素質提高的 但是實際上我們並不會因質而怎麼樣 因為我們身體也有 就像我們現在在這邊聊天 我們彼此之間 我們身上有甲 我們其實也在放射 但是其實我們也沒有 量都很低 都是非常低 我們也不會因為這樣子而死 了解 因為我看像高爾夫球比賽 選手都打到一半就在吃香蕉 對啊 因為它可能會抽筋 因為它流汗那個電解質會流失 對 要補充 補充 那你現在剩下不到一年可以回來了嗎 對 你結婚了嗎 還沒 還沒啊 日本太太比較好還是台灣太太 這樣講又是要攻擊 不過 日本人又沒聽到 我不知道 年輕的話 年輕人 一般人我們覺得是說 日本女生好像比較溫柔 但是我聽說那都是表面 結婚之後就是另外一個光景 不知道 沒有跟日本女生 我應該這樣問 就說日本女性跟台灣女性有何不同 台灣女生比較會表達自己的想法 那日本女生相對是比較壓抑一點 比較含虛一點 不太 不過這也不是日本女生 日本人本身就是不太 都是這樣 講話你都要猜測 對 你要聽出弦外之音 比方說 比如說 比如說他不喜歡你這樣 那他不會叫你說你不要做 對 我們台灣的人可能就說你不要這樣 然後 但日本人可能會說我現在覺得不是很舒服 但他其實就是叫你不要做的意思 他是用一個比較隱晦的說法 隱喻的 你要你聽懂 這個是很普遍的 比如說在日本 他有一些警告語 我們台灣就是寫請勿 不然就是禁止 都是要直接講 但在日文他們叫你不要做的時候 他是告訴你說 你要考慮清楚 這樣做不好 就是禁止的意思 對就是禁止的意思 了解了解 好 我們今天訪問的是廖彥鵬 他在時報呢出了一本書叫 怕輻射不如先補腦 那告訴你 輻射到底需要那麼害怕嗎 結論應該是不是 對 依據他是什麼樣的類型 然後我們要知道他的劑量 了解 好 那感謝彥鵬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 好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